关注健康共享美好生活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朋友小颖 非常感谢您 在百忙之中收看我的频道 王大伯上了年纪后 就格外关心长寿问题 也开始相信玄学 比如最近就迷上了 网上的远程测试面相 于是忙招呼女儿来帮自己测试一下 王大伯的女儿小林 觉得这完全不可信 互联网上仅靠看脸 就能知道你多长手 她觉得这纯属是诈骗 然而,一次意外 却让小林产生怀疑 小林走在路上 一个路过的男性 忽然上前问她 是否患有糖尿病 小林正义发火 男子解释说 我是一名神经外科医生 看您嘴唇鼻子特别肥厚 颧骨特别突出 手指非常粗大 若还患有糖尿病时 那您可能患有脑瘤 建议尽快去医院检查 看着男子留下的电话 小林半信半疑 回家和家人商量后 还是到医院做了详细检查 竟真的查出了垂体瘤 由于发现及时 小林做了手术后 顺利康复出院 并且由衷感慨 健康藏在脸上不无道理啊 那位好心的医生 救了我的命 面相真的能看出点什么 那是不是真的通过看脸 就知是否长寿呢 一 寿命长不长 看脸能知道 古有寻仙问道 未经由保健养生 目的都是追求长寿 长寿作为人类终极追求 其傲逆仍是未解之谜 各国权威机构 对其的研究也从未停止 一项来自英国医学期刊 上了研究发现 70岁后 外貌更年轻的人 其预期寿命 也会相对较长 该研究选择受试者为基因 成长环境高度相似的双胞胎 他们在儿童与青年期 外貌几乎无差别 而之后受到了生活环境 情绪 习惯等影响 他们到老年期 外貌却开始变化 换言之 在日常生活中 若能吃喝不愁 懂保养 外貌就更显年轻 而预期寿命 也会更长一些 虽然生老病死 是自然的规律 但不同人之间 也总有寿命长短的区别 到底是什么 在影响寿命的长短呢 来自哈佛大学 医学院的研究人员发现 每日睡眠少于5H或多于10H的人 寿命会较短 而食量小或身高矮小的人 寿命则会较长 同时 生活中的人际关系 性格 生存压力 生活习惯等因素 均会对人的寿命 产生一定影响 其实无论中医还是西医 都会看面相 这也是医生判断疾病的 一个重要参考 但要判断一个人是否长寿 不能只看脸 毕竟生活中的个人习惯 情绪等 都会影响寿命 二 长寿的人 脸上一般会有三个共性 长寿基因听上去神秘莫测 但长寿的人 往往都有一些相同的特点 研究发现 长寿的老人 脸部通常会有这三种特征 看看你有没有 一 眉毛浓密 如果一个人老人 眉毛不见白毛 甚至浓密非亮 就可以说他气血足且生命力强 但若短时间内眉毛减少 或出现大量白毛 则可能提示器官功能降低 又或者是气血运行不畅的问题 应尽早检查 二 眼睛有神 中医认为眼睫 眼角 眼白 眼球和瞳孔 分别属皮心肺肝肾 因而强调的神者生 失神者亡 如果一个老人眼睛 炯炯有神 充满神韵 看东西清晰 那么更容易长寿 而且眼睛明亮 平日对危险就能最快做出反应 健康风险也会减少 三推牙可好 齿排气坚固者 未长寿 牙齿健康状态 与身体重要器官有关联性 比如肾脏 而肾脏健康了 牙齿自然坚固 自然寿命也会相对较长一些 从另一方面来看 老年人牙口好 正常饮食营养的摄入不受足 吃得好的话 自然仍健康一些 视频看到这里了 麻烦亲们动动发财的小手 帮忙点一个免费的小红心吧 对您来说只是举手之劳 对我来说 可以高兴睡不着觉 在这里真心感谢您了 三 注意这四种面相 可能是疾病或癌症的预兆 中国人很看重面相 也有不少人认为通过面相 可以判断出一个人的性格 乃至命运 当然 看面相 也是望文问切中的望 尤其是以下四种面相 都应当警觉 是疾病或癌症的信号 一 抬头文多 来自2018年欧洲心脏学会 年度会议上的一项研究 指出 面上抬头文多的人 比同龄人 更容易患上心血管疾病 研究人员认为 这与动脉周样硬化 以及斑块机具 而引起的动脉硬化有关系 有些人面部前额血管小 对于斑块形成更敏感 形成的皱纹 也可能是血管老化早期表现 二 脱发秃顶 英国医学杂志在线 第一项研究发现 秃顶脱发男性 罹患心脏病的可能性 约增加32% 特别是60岁前 就发生秃顶脱发 风险甚至提高至44% 而我国相关研究也认为 中年秃顶脱发男性 有较多的心血管病危险因素 比如三高 根本原因可能是性激素改变 与动脉周样硬化相关 而雄脱就是性激素改变的征兆 三 嘴唇发紫 嘴唇轻紫 可能是贫血的表现 当然也要警惕 是血液中养浓度下降引起的 需要进一步检查 是否有肺部疾病 中风以及心血管病变等危险 四 耳垂部位有褶皱 哥本哈根一项随访调查数据显示 耳垂出现褶皱的病人里 约60%为关心病患者 耳垂处分布着小血管 而动脉周样硬化发生时 就很可能阻碍耳垂小血管 正常供血供养 继而导致褶皱出现 中国人在日常生活中 其实就很看重面相 而通过面相来分析一个人的命运 这说法多少有些神话了 不过能肯定的一点是 通过面相的确可以 初步判断一个人的健康情况 这就是医学上的妄疹 我们在日常生活中 也可以通过面相的变化 来发现疾病的端倪 如果没有您这些特征 也不必觉得沮丧 保持好的生活习惯 定期体检 获得长寿的概率也很高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了 非常感谢您的观看 我们下期再见啦